狼的生存中没有胆怯和羞愧这两个词,更没有所谓的情债,狼就是狼,他们是残暴的,他们知道大陆朝天各走一边。 其实,在现实工作生活中也是大陆朝天各走一边,工作生活各有各的特点不能混淆,拿处理工作的方法对待生活不可,拿对待生活的方法应对工作更不可。 从事西门工作,在工作中亦广泛采集西门素材,制成稿件传播,传播范围要越广越好,传播内容要越深越妙。 但是,如果把这种习惯带到生活中不见的就是好事。 在处理生活中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时越简单越好,同事和朋友的隐私你不应该乱打听,更不能去加工一般四处传播,保则你不但很讨厌,而且触犯法律。 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当个笼子哑巴好些,什么风言风语,到此为止不再流向下架。 什么事都糊涂些好,不要争鸣于招,争利于事,对人也不要分得太轻了,恩怨必报,还是应该多一些宽厚,多一些容纳,才是哑量。 处理私人事情,多些容忍好,糊涂好,但对工作则必须是非分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不能弄差一点,工作来不得马虎,来不得人情,二者一定要分开。 工作,生活,花分两朵各表一枝,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要强把二者扭到一块,那么做的结果是搞乱了生活,也影响了工作,最后的结局就是一团枣。 俗话说得好,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大路每一边都是一片明媚,阳光灿烂,生命底线,功德底线,分割开一条分道线,我们堂堂正正,平平安安的各自行走。 它们明明显显显,清清楚楚的刻在我们心里。 有句谚语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在市场竞争已经由原先激烈转变为如今壮烈的情况下,如何开创一条不同于竞争者的发展道路,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 在近一两年的时间来,运用品牌延伸战略已经拉动企业利润的大企业案例是越来越多,乐柏市和娃哈哈这两位品牌巨子的延展战略也很值得我们咀嚼。 眼下大型企业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往往都要面临品牌的延伸这个问题。 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的例子是,企业盲目跟风,你生产什么,我就生产什么,打得你死我活,利润枯竭,破坏了企业的造血功能,降低了行业的产品创新能力。 这从近两年果汁饮料市场的竞争中可略见一斑。 2002年,统一推出先程多果汁饮料,这一品牌延伸策略得到了消费者的认可,大放异彩。 果汁饮料也因此成为当年市场上的一块新鲜蛋糕。 很多工厂都蜂拥而上,一时间各种的果汁饮料纷纷的亮相。 会员推出了无菌冷罐装的真仙城,可口可乐把库尔作为2003年主攻果汁饮料市场的王牌。 农夫果园也以喝钱摇一摇,摇动市场。 不难看出,各个商家都在细节上寻求着差异化,但是就好像在同一条路上使用不同的交通工具一样,可能达到终点利润的速度不同。 但选择通向利润的道路却是相同的,这势必会造成交通堵塞。 在市场细分越来越成熟的今天,在消费需求日益多元的气氛下,企业在进行品牌延伸时,能否开辟出不同的利润之路呢? 乐柏市和娃哈哈就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例子。 乐柏市和娃哈哈之争也已经很久,从AD盖奶到瓶庄水的两轮竞争中,双方难分伯仲,各有得失。 2003年刚刚过去一半,乐柏市与娃哈哈终于奔道扬表,在品牌延伸战略上摆开了不同的阵势。 这正是大路朝天各走一方。 麦当劳、肯德基各走一边。 肯德基与麦当劳在中国市场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压力,却实行了差异化策略。 肯德基提价在于追求销售业绩的增长与利润率,麦当劳的目的在于低价吸引消费者赢得市场。 西年一时,肯德基、麦当劳这两个在全世界比邻而居的餐饮对手,开始了差异化的中国策略。 如果你去肯德基买老北京鸡肉卷,你会发现已经涨了五毛钱,而在麦当劳诸多商品在优惠,且单张收银条满十八元,还能获得各种大奖的机会。 对于此次涨价,肯德基方面表示,由于人力成本、物价成本、租金成本等都已经上升,所以需要提价应对市场变化,并自信地表示,这不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忠诚度。 涨价也是其不得已的一种选择。 在上海英昂盈利咨询师韩军看来,肯德基目前在中国的策略非常清晰,即追求销售业绩的增长与利润率。 韩军认为,目前在大中型城市里,尤其人流比较聚集的店面资源已经不太好找,原来他们通过开店就可以达到增加营业额的目的,但现在很难找到这样好的店面资源。 虽然向三四线城市拓展是一个不错的思路,但在短期内很难达到盈利,而且相关的人力资源问题同样在短期时间内是无法解决的。 韩军说,房租的持续高涨,为快餐业的成本带来巨大的压力,而且中国的消费者并没有达到可以天天消费洋快餐的收入水平,这也限制了他们的扩张速度。 韩军表示。 北京的精锐纵行顾问有限公司咨询师沈坤认为,在成本上升的程度上面,通过涨价来调整收益是一种正常的市场反应。 而且肯德基的涨价非常巧妙,通过改变套餐组合或者推新品的方式,消费者往往感觉不到价格的变化,而肯德基也可以随时根据市场的反应来做出调整。 而与肯德基面对同样市场的麦当劳则选择了不同的路径。 有一位业内人士说出自己的心声,麦当劳产品的成本控制同样一直都没有降下来,如在产品的采购供应上,麦当劳倾向尤其美国国内企业为中国提供货源,而肯德基则更衷情于在中国本土发展供货上。 加上肯德基与毕生客等同一集团旗下品牌的供应链协同共享效应,肯德基在中国的产品成本的控制上也是略胜麦当劳一筹。 然而在此之前,新任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施乐生表示道,麦当劳将会在中国地区上加快脚步的发展,提高投资回报率。 而为了增强麦当劳产品的竞争力,麦当劳将持续其低价策略吸引消费者,以加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度。 韩军表示,在麦当劳没有更好的办法推出更符合中国人口味的产品之前,低价的确可以吸引一部分忠诚度不高的消费者。 而去年进入中国的汉堡王品牌,同样也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力量对比悬殊。 尽管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三万家电,营业额超过四百多亿美元的麦当劳,仍然是当之无愧的业界老大,但其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 在中国,它远远的被肯德基抛在了后面。 在世界八十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连锁电数仅为1.1万多家的肯德基,在中国的餐厅总数是1500家,而麦当劳在中国的餐厅只有700家。 餐厅数量悬殊背后,更是其中国业绩的巨大差距。 中国市场对肯德基的利润贡献超过四分之一,而麦当劳全球在2005年5月评价中国市场的业绩时,用了虚弱一词。 此前由商务部等评选的2004年度中国餐饮新百强企业名单,连续几年排名第二的麦当劳因为不愿意提供销售额而未能列上榜单,更被业内人士看作麦当劳中国销售业绩不理想的证据。 麦当劳对于这一虚弱的市场表现的最直接的解决办法,那就是频繁换降。 2005年6月1日,麦当劳大中华区总裁陈毕德辞职。 10月份,在麦当劳已有十几年工作经历的麦当劳中国食品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中国北区董事总经理赖林胜也突然下课。 与此同时,一年前刚刚就任麦当劳北京总经理的施文哲也正式离职。 从前,肯德基在中国以每年70%的开店速度不断的增长着,不容忽略的是,肯德基在快餐产品的本土化上已经把麦当劳甩在后面。 肯德基本土化的产品线以及推出新品的速度,都让肯德基在中国取得了更大的生存空间。 麦当劳的追赶 麦当劳在中国的经营模式发生了些微变化。 麦当劳中国有限公司公关经理顾华说,在上海、广州、深圳、南京等大城市,已经有很多麦当劳餐厅开始实行24小时营业,并将根据各店的情况考虑是否转型为24小时营业餐厅。 同时,麦当劳也开始慢慢的引入到美国占据65%市场份额的汽车餐厅德莱肃。 1月12日,麦当劳在上海外高桥的独资汽车餐厅德莱肃开业。 施乐生表示,到2008年,麦当劳在中国的目标是开设1000家以上的门店, 其中包括普通餐厅和汽车餐厅。 汽车餐厅在中国将也是有一定的发展,但是在最近的一两年时间内是不会有明显的效果。 韩君认为,他表示,由于城市人气集中的店面资源的稀缺,导致麦当劳开始引入新的模式,向较为偏远的郊区发展。 而且汽车餐厅可以通过与汽车旅馆横向连锁合作,开发出新的合作空间。 但对于汽车餐厅的一些旋址的局限性,以及中国自有车数量不够, 同样意味着汽车餐厅在中国不可能有着高速的发展。 一位业内的人士形容麦当劳对汽车餐厅的拓展速度就好像伶俐, 但是这种新的汽车餐厅模式在中国究竟能否取得在美国同样的成功, 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该人士坦言,中国的汽车普及程度以及相应的文化与美国有着巨大的差异。 此前肯德基早在2003年曾开了一家中国汽车餐厅,其后没有继续扩张。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长处和不足, 如果你能经营自己的长处,就会给你的生命增值。 反之,如果你经营自己的短处,那会使你的人生贬值。 条条道路通罗马,此门不开,开别门。 世界上的工作千万种,对人的素质要求各不相同。 干不了这个,可以干那个,总可以找到自己的发展天地。 宋代的诗人卢美波有一句诗, 梅须迅血三分白,血雀疏眉一段香。 在有的人看来,沃森是个莫等生,那个希腊青年是个大文盲,盖茨没有大学文凭, 眉睫连收票员都不能胜任,还能干什么事,成什么财。 天无绝人之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什么文化不高,经验缺乏,没有职称,甚至身有残疾,都不是成财的障碍。 只要你肯于完善地发掘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优势,经营自己的长处, 那么就能找到发展自己的道路,创造出美好的人生。